印象中,弃砖都是上了年纪老师部的行业 不过这一艘科大建筑系一年级的同学张玉铭 却是弃砖起出了兴趣 不仅在校内专研弃砖技艺 更是勇于参加各项比赛 在今年南区技能竞赛中拿下了银牌 为校争光之余 也让他对这个逐渐黯淡的老行业 立下传承的志向 水泥搅拌砂石 镜头前的张玉铭动作俐落的弃者眼前这道砖墙 别小看这座墙 砖头横放直放是为了刻意弃出文字来 而过程当中不仅要量好水平 避免砖墙不够平整 还得将水泥溢出的部分做一番修饰 而就快收尾的时候 更要注意整面砖墙的清洁 拿出毛巾仔细擦拭 这样的好手艺让他参加今年全国技能竞赛 南区分区赛当中夺下砌砖银牌 在学校的工厂里面 就是从最基本的 最最基本的 不管是气瓶墙啊 还是薄浆 曼水泥之类之类的 那对于这些来说 我觉得能够爬到现在 不是只靠我自己一个人的努力 那也要感谢就是很多的学长啊 老师 还有我身边能够支持我鼓励我的人 印象里气瓶是老师傅从事的行业 但张玉民却对气瓶有着说不出的情感 特别是红砖具有传统工艺的特色 也让他一头栽进这个领域当中 对于气瓶来说 它是一个比较平衡的传统的 就是记忆性的东西 那我认为红砖它本身就有它独特的美 那能够就是把它带动出来 变成一种技术竞赛的东西 那我觉得这是由它的意义而存在 希望它有传统技术之后 再经过设计方面的一些培训之后 它能够自己去走出一条更新的路 我们希望说它这样的人才 应该是跟现在外面工地 只是把砖砌砌起来不一样 它能够创作 它能够规划设计 所以现在业界有很多的老屋 要重新去重新创造 那么老屋的话 那个环境你如果用太新的材料 金属什么可能不太适合 可是红砖这种去处理 如果还只是像以前的面貌 可能就不够有感动人 所以这样的人才 以后就是能够用传统的材料 可是用新的创意 去把这个技术做出来 不论是砌砖 放样或是切砖 每个过程都要保持高度的专注力 才20出头的年轻人为了传承传统工艺的精神 即使做到汗流浃背也乐在其中 张玉民期待在今年全国赛当中 跟其他砌砖高手继续竞技 除了卫笑争光之外 也要让这样的职人精神受到肯定 记者高雄综合报道